每日神话 各种有信仰之人的生死轮回 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类 是外邦之人的生死轮回 现在我们讲第二类 各种有信仰之人的生死轮回 各种有信仰之人的生死轮回 这个话题也很重要 也是很有必要 让你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 先说说有信仰之人 这个信仰都指哪些信仰 就是指犹太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佛教 这五大宗教 除了外邦人之外 信这五种宗教的人 占世界人数的比例很大 这五种教派中 专职的教徒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信仲还是很多的 这各种教派的信仲 他们死后会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说的不同是与谁不同呢 是与我们刚刚讲的没有任何信仰的外邦人不同 他们死后会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不同于外邦人死后所要去的地方 这个次序是一样的 灵界也会根据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 对他们做出判断 然后对他们做出不同的处理 但是为什么把这一部分人放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来处理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们 但是在我没讲以前 也可能你们会想 可能因为他们还是信点神的缘故吧 不是完全不信的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拿佛教为例 告诉你们一个事实 一个佛教徒 首先他是皈依佛门的 他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 当一个佛教徒削发为僧或者为尼之后 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人脱离了红尘 远离人世间的喧嚣 日日诵经念佛吃素 过着清贫的日子 过的是清灯冷游相伴的日子 他就这样度过他的一生 当他的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会对他的一生做一个总结 但是在他心里 不知道他死后要去哪儿 要去见水 要有什么样的结局 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 他只是盲目地带着一种信仰度过这一生 然后又带着盲目的愿望 他生前的修行 如果他这一生没有任何劣迹的话 他很快将被送回到人间第二次轮回 他又再次为僧或者为尼 就是他的肉体生命 按着第一次那样的规律修行 然后肉体生命结束 回到灵界 接受灵界的检验 检验之后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就可以继续回到人间 再次进入佛门 继续他的修行 这样三到七个轮回之后 他再次回到灵界 回到他每一次肉体结束的时候 来到的那个地方 如果他的各方面条件 他在世的行为符合了灵界的天条的话 他便从此就留在灵界 不再投生做人 也不会再有来到人间作恶 而受惩罚的危险 不再经历这样的过程 而是在灵界 根据他的情况 担任一个职务 他担任职务这事 就是佛教的人所说的修成正果 修成正果主要就是在灵界能够当差了 不再投胎了 也不再有受惩罚这事了 更没有投胎做人的烦恼了 那他们还有可能投胎做动物吗 没有了 意思就是他在灵界留任了 不再轮回了 这是佛教的一个修成正果的例子 那对于没修成正果的人呢 当他回到灵界之后 经过灵界有关差异的检验核实 这个人在世的时候 没有好好修行 没有遵照佛教所规定的 老老实实地诵经念佛 而是作恶多端 行了不少的恶 灵界会对他的恶行做出判断 然后他肯定就受惩罚了 这是不可例外的 那这样的人到什么时候 能修成正果呢 就是到他哪一带没作恶 回到灵界一看 这人生前没有任何劣迹 继续投胎 继续诵经念佛 过清灯冷游的日子 不杀生 不吃肉 不参与世人的事 远离人世间的烦恼 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纠纷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作恶 然后回到灵界 灵界对他的所作所行检验之后 继续把他打发到人世间 这样还是三到七个轮回 如果中间没有什么差错的话 那他的修成正果 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就不会耽误 对于各类有信仰之人的生死轮回 就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他们能修成正果 能在灵界担任职务 这就是一个与外邦人不同的地方 首先 能在灵界担任职务的这样的人 在世上活着的表现是什么 必须保证 绝对不作恶 不能杀人放火 不能奸淫掳掠 如果坑蒙拐骗 偷盗抢劫 就不能修成正果了 就是说 与任何的恶行挂上钩 粘点边 都不可能逃脱掉 灵界所给他的惩罚 灵界对于修成正果的佛教徒 会有一个合适的安排 也可能安排他们 去管理那些似乎是信佛教 似乎又是信天老爷的人 给他们一个范围 也可能就是仅仅管理外邦人 也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异 这是根据各类灵魂的性质来分配 这是佛教中的一个例子 在我们所讲的 这五个信仰的类别当中 基督教比较特别 基督教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啊 他们是信真神的 信真神的怎么被列在这里了呢 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 那就肯定仅仅与信仰有关 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教派 是一种宗教 与真实地跟随神的人的信仰 是两码事 在这儿之所以把它列在 这五大宗教类别里 是因为基督教 已经沦为一种 与犹太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同等地位的教派 这里大多数的人 他们不相信有神 不相信神主宰万物 更不相信神的存在 而只是用圣经来讲述神学 用神学来教导人行善 教导人受苦 教导人做好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派 是只注重神学理论的一个教派 是与神经营拯救人的做工 毫无瓜葛的一个教派 是神所不承认的 跟随神之人的一个教派 但是对待他们 神也有一个原则 并不是把他们 像对待外邦人一样 随意处理 随意处置 同样的 对他们 与对待佛教的人一样 如果一个基督徒生前 能够恪守己身 能够严格地按照实戒 按照律法诫命 去要求自己的行为 而度过一生的话 他们也要经过同样的时间的轮回 才能真正地达到 他们所谓的背体 达到所谓的背体之后 留在灵界担任职务 做灵界中的一个差异 同样 如果在世的时候有恶行 有太多的罪恶 犯了太多的罪 不可避免的 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佛教中说的修成正果 那是上了极乐世界 而基督教他们有一个 什么样的说法呢 就是进入天堂 被提了 真正能被提的人 也是经过了三到七个轮回 然后死了以后 就像睡了一样 来到灵界 如果合格的话 就可以留任 这样 他们就不再像世人一样 有简单的 或者是常规的轮回了 所有这些教派当中 他们所说的结局 所追求的结局 与佛教的修成正果 是异曲同工的 是类似的 对于这几个教派中 能够严格地按照 教规去行的这一部分人 神给了他们一个 合适的归宿 合适的去处 给他们一个 合适的处理 这完全合理 但是不和人想象 是吧 你们现在听完对基督教的人 这样的处理 心里有何感想 会不会为他们鸣不平 或者替他们惋惜呀 有点 这也没办法 他们也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这样说呢 神做工作是真实的 神是活的 实际的 神做工作 是面向全人类 面向每一个人的 他们为什么就不接受呢 为什么就疯狂地抵挡 疯狂地迫害呢 他们有这样的结局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怎么还惋惜呢 对他们有这样的处理 就已经很宽容了 按着他们抵挡神的程度 就应该都灭了他们 但是神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把他当成一个 普普通通的教派来处理 那别的教派还用细说吗 因为所有这些教派 他们的宗旨 都是多受苦 别作恶 行善事 别骂人 别论断人 远离是非 做好人 大多数的教义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这些有信仰的人 在各个宗派里 各个教派里的人 如果他们能严格地 按着教规作 他们在世的时间 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不会有太大的罪恶 经过三到七代的轮回 差不多这些教派中 能够严格守住教规的 这些人 就都可以在灵界留任 那这样的人多不多呀 不多 根据什么说不多呢 人做好事不容易 人能守住清规戒律 都不容易 佛教里就一个不让你吃肉 你能不能守住 让你整天穿着灰袍 在佛堂里送经念佛 你能不能守住 不容易守住 基督教里有实戒 有戒命律法 那些容不容易守住 不容易守住吧 就一个不骂人这事 人就守不住 忍不住就骂了 骂完之后输不回去了 怎么办呢 晚上认罪吧 有时骂完人之后 心里还带着恨 甚至还计算着 哪天再害他一次 总之 人在这些死的教条中做人 能够达到不犯罪 不作恶 是不容易的 所以 在各个教派中 能够达到修成正果的人 也不多 你以为 各个教派的人这么多 那在灵界 能够留任的人 不就太多了吗 没有那么多 没有几个能做到 关于有信仰之人的 生死轮回 大概就是这样 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们能修成正果 与外邦人不同的地方 就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